运作原理 透过将操作面板接点引致PLC指其运算 让PLC判断学生接线是否正确 再将资讯以以太网络传送至人机界面显示 为了让学生在接线时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们先将寄件器与实体隔开 先让PLC做运算 当学生接线正确以后 PLC会将寄电器开启 让操作面板与实体接通 使用人机界面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透过引导式学习 让学生透过看图去了解到 自己接的每一条线路是从哪里接到哪里 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次的学习的重点 实际操作 按下智慧引导式学习 按下模式1 支流串击电动机接线实验 即时讯息显示要接的线路 讯息面板及人机界面会显示 接线灯号显示 电源P点连接 连接电流表M1之1 接线正确即时讯息会显示 下一步接线位置 电流表M1之2连接 串击绕组EF之1 接线正确即时讯息 显示下一个接线位置 串击绕EF之2连接 电输绕绕AF之1 接线正确即时讯息显示下一个接线位置 电输绕绕AF之2连接电源N点 接线正确即时讯息显示下一个接线位置 如学生接线错误时 PLC判断接线错误将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 操作面板指示灯会显示要接的位置 接线正确即时讯息显示下一个接线位置 上手提线 lets下一个接线下一个接线质的整理解线意 开出硬鱼接线hält细成一个接线位置 直流腸病臉電動機結線實驗 按下後,學生進入 自我診斷學習 開始結線 學生會按照 人機介面顯示的 圖示開始結線 攪拌 醬油 醬油 醬汁 醬油 當學生接線完成後,按下診斷線路,即可顯示,學生接線是所正確 接線完成,按下診斷線路 接線錯誤 即時訊息顯示,接線錯誤,請檢查線路,再按下診斷線路 人機介面顯示,接線錯誤點 接線完成後,暫時按下診斷線路 接線完成,即時訊息顯示完成直流長壁連電動機接線實驗 接線完成後,學生可按下啟動鍵來測試 按下後,計電器開啟,操作面板與實體接通 按下停止後,計電器完畢 切斷與實體接線 就是,如學生要重新自我診斷,按下重新開始鈴鍵 將會重新開始 接線 接線